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上九点半 高雄长庚肝脏中心内 手术台上的年轻女孩正进行活体肝脏移植手术 这一天 正好也是院长陈兆龙患肝团队第六百例患肝手术的日子 台湾是亚洲活体肝脏移植手术成功率最高的地方 高雄长庚病人患肝后 五年的存活率高达91% 而在日本只有69% 欧洲只有58% 台湾可以说傲视全球 究竟是什么关键 让台湾的外科手术迟名世界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肝病大伙了 需要患肝的病人很多 可是我们一爱人间的风气 还是非常的不普遍 最有效的替代 就是由亲属捐出一部分的肝脏来挽救 就是因为是替健康的亲属动刀 医生更是战战兢兢 陈兆龙在手术过程中 针对每一条看见的血管都尽量打结和结扎 大幅改善以往手术中大量出血的状况 提高成功率 不仅患肝 驰名世界 台湾还是换心手术的亚洲殿堂 黄泰宁是全球第一个接受两科军心的换心病人 在亚东医院院长朱树勋指导下 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个三星人 至今已经九年 到去年为止 全亚洲心脏移植仅有上千人的案例 但光是台湾就完成了半数以上 缔造世界记录的背后关键就是 不断追求医疗品质的最高标准 如果新浄外科的成功率 已经达到95% 你为什么不要求100%成功 没有比较的测试 那测试的测试是8.3mm 每周一、四的清晨 高雄长庚幻竿团队 早早就一起在讨论病患的状况 和分享国内外最新研究 就是这样追求卓越的企图心 这几年长庚团队吸引大量来自日本、菲律宾、大陆等国的代训医生 专程来台取经学习 不过 台湾医疗在过度强调管理和绩效下 也使得部分医生被诟病只关心病情 而非关心病人 你要做一个医生 不是 你要先做一个人 要有人的品格 六十年来 台湾这个罪尔小岛上 靠着高企图心和自我要求 打造出澳市亚洲的外科手术 在不断提升技术的同时 台湾医疗如何维系医师养成的优良传统 成为下一个六十年重要的传承与使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对你来的一 cas红 人身的身体